坦克在泥巴路上依舊可以高速奔馳發射各式炮彈 幫助烏克蘭衝鋒陷阱的就是第47機械化鋁 第47機械化鋁是無軍中現代化最完全的部隊 刮刮德國軍員的鮑爾坦克 還有美國軍員的布萊德利坦克 他們都能操作自如 在札波羅勒的戰場上繼續往前推進 烏克蘭情報局更表示 同時烏軍也感受到壓力來襲 在佔領區部署42萬大軍重兵嚴防 烏軍突圍 他們也說 現在俄羅斯人在那部分的南方方向下壓力 他們已經移動了很多戰力準備的飛行軍員 去那邊去保持烏克蘭 美國軍人 與此同時 敦內茨克的上空出現了巨大烏克蘭藍黃國旗 紀念阿夫蒂夫卡建成245周年 據傳國旗一路往南飄到二戰領區 讓俄軍看到極度不爽 烏克蘭總統責倫斯基接受CNN專訪時 再度誓言絕不妥協 也就是說在奪回所有石土包含克里米亞之前 烏克蘭反攻不會就此罷休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